不要让婚姻过好 不要让自己过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婚恋心理小课堂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这部剧真的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童年音译 里面的男主角 他的表现就是典型的控制型人格 他各种操控力一般 同时还会表现的 你看我都爱你爱的不行了 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然后这种状态出来 上一条视频呢 我跟你们讲了 被这种以爱为名控制的人 控制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委屈的不行 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 自己活得很累也很压抑 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想要逃离 但是却逃离不了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摆脱控制呢 或者说如何更好地 和控制型的伴侣相处呢 我给你们两个方法 第一 学会区分自己的价值 和别人的评价 我有一个来访者 小到出门穿什么衣服 剪什么发型 大到和哪些人来往 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他老公都要管 都要评价 也就是说 只要他的穿着打扮 或者言行举止 不合他老公心意 他就会不断地 遭到他老公的贬低指责 直到他妥协为止 久而久之 他就会在这些评价中 失去了信心 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咨询当中 我们就交给他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区分自己的价值 和别人的评价 我们让他找到了 自己的十条优点 每天不断地肯定自己 坚持一个月 然后再教会他 下次老公再说你 没品味打扮土的时候 你就告诉给自己 我很好 我打扮是为了取悦自己 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个打扮 他的评价呢 只代表他个人的想法喜好 每个人都可以有 自己不一样的喜好 所以他对我的评价 不是一个事实 你一定要记住哦 用贬低指责来控制你的人 是他自己的表达方式 人际互动方式有问题 而不是你真正的出了问题 所以你不需要把他的评价 作为自我价值的标准 把他的想法和事实 区分开来 就等于你给自己 建立了一道防火墙 不让自己受伤害了 第二 改变相处模式 控制欲强的人 可不是什么人 他都会去控制 他们最常选择的控制对象 往往是讨好型的伴侣 我之前有一位咨询的来访者 结婚啊 有了孩子之后 老公要求他全职在家带孩子 他就辞了工作 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照顾老公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给全家做一桌子的营养餐 老公说中午不想吃外卖 他就每天给老公送饭 老公还以他稀里糊涂为忧 不让他管钱 每花一笔钱都要去报备的 出门见什么人也要跟他报备 他整个人的生活 就好像被关在了笼子里的鸟一样 毫无自由可言 可是他虽然心里很苦 但他从来不敢反抗 控制与被控制的相处模式 往往就是在长期互动当中 培养出来的 因为你的讨好 它就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因为你的妥协它对你的控制贬低 更加变本加厉 所以想要停止这种控制 就必须改变之前的互动模式 比如平时买衣服 他对你指手画脚说 哎呀这个太丑了 然后那个不适合你 之前你可能就默默接受了 说对你说的对那就这样吧 但现在你就要换一种方式 你要心平气和的 你要略带效益的告诉给他说 亲爱的我知道你眼光好 我也知道你对我好 你以前帮我选过很多次衣服了 可是这次我想选择不同的风格的 我想自己试一试 前面我说过 控制型人格 其实是很想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而且也害怕关系的破裂 所以当你能夸奖它 安抚它 让它继续地保持一些自己的控制感 但同时你又能态度坚决 且有力地表达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慢慢地 能够郑重地考虑你的意见 最后我要再次跟你们强调一遍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是长期互动的结果 想摆脱控制与被控制的模式 真的是需要你自信 需要你长期的坚持 当然后面我会专门出一期 关于讨好型人格的视频 当然如果你听完依然觉得说 我自己没有那么自信 我很难摆脱被控制的现状 那你必须要来找我们 寻求专业的咨询师的帮助 你才能不再焦虑 你的关系才能够变得更好